大家好我是Wallace 今天跟大家看的這部ASUS ROG7 G14 這部機基於輕便和整體體驗是受很多人高度評價的一部機 上手了一段時間 但因為太忙了 沒空了 今天先出一條效能實測片 遲些跟大家詳細評測一下這部機 R9 5900HS是AMD一顆低功耗小小版本的Ryzen 9處理器 處理器的基本時脈都會比大哥5900HX少一點 都是一顆8核16線程7納米的處理器 雖然網上的跑分表現這兩個CPU的跑分差別不算大 不過去到我手分別測試了Lenovo Legion 7的R9 5900HX和這部 我發現結果其實差距很大 可能因為這部機的降頻降得很厲害 所以造成了這麼大的差距 所以如果想買這部機的人要注意一下 顯示卡效能3DMarks這部機的效能 會比我手上的其他電競電腦差一點 遊戲效能測試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 raytracing表現不好 最高畫質都可以接受70多FPS 整體1%Low一半左右 Ghost Reconback Prompt 最高畫質表現都不好 最好用高畫質表現才有比較流暢高於60FPS的體驗 Assassin's Creed Rohana 最高畫質下FHD解像度表現不行 到中低畫質才有60FPS Monster Hunter World最高畫質僅僅夠60FPS 都玩到的不過沒那麼爽 Witcher 3也有很流暢的體驗 Red Dead Redemption最高畫質勉強50FPS左右 不過教不回中畫質試了 我不試了 Cyberpunk 077 Raytracing也是用不到的 高畫質再加上DLSS才有比較流暢的體驗 電競類遊戲1080P 144Hz是這部機的標準 CS高是足夠144 但1%Low差一點 遇到爆破場面會扣多 只有50多FPS而已 Rainbow 6最高畫質都夠玩144 1%Low可以接受 Frosa Horizon 4和其他3060Laptop都表現很接近 高於100已經很滿意了 APEX Legend 100多推不足144 Battlefield 5最高畫質一般 調低一點畫質會比較好 散熱這部機都蠻差的 雖然上一代更差 很多人都說這部機好了很多 但我看起來還是差的 30分鐘的AIDA64 FPU壓力測試 Firm Mask加FPU壓力測試 Cinebench R23 都是推到Core是90多度 機身表面上方摸上是熱手 鍵盤右側也很熱 好 大家對這部機的效能表現有沒有什麼評價 歡迎大家留言說聲 遲些再跟大家深入看這部機 下次再見 我是Wallace 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訂閱按鈴鈴 Bye Bye